HELLO 大家好,我是馬神 今集想和大家講一下新法系事件中 我們在第二周會快速通關村民襲擊事件的方法 操作原理都很簡單,就是利用狙擊槍強行射向中流 就可以強行觸發後面的劇情 路線選擇方面,大家可以參與一下我 避免與村民做一些無謂的糾纏 我們前面只有一個敵人,非常容易去擊殺他 接著我們可以向右穿過小巷,就要立即向左跨欄入屋 看完劇情,我們要立即上樓,再跳出右窗口位置 接著我們向前走到的禁堆,就會見到一隻小巷,就要立即上樓了 接著我們遠方的中流,我們立即使用狙擊槍射向中流 就可以成功觸發這個任務劇情 那今集就到這裡為止了,希望看到大家吧 我是馬神,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,拜拜!